宜蘭的慈濟志工甘丸师姐 从小家境亲苦还被送做养女 读书对她来说一直是奢求 更因为家里头没有男孩子 到了适婚年龄 养父母就帮她招坠夫婿 将近八年前她接触到了慈濟 开启了人生另外一道门 不只全心全意投入环保 每天清晨她四点出门 到环保站来寻法乡 清晨四点不到 顶着夜色赶紧出门 路灯加上一条闪光圈 路在黑再暗都不怕 负责开门 等到有人来再分工合作 铺地毯摆谱团 人生走到八十一岁了 老人家大字不是半个 跟随上人的心却很笃定 大一新闻正产品之工杨三中 黄立友宜然报导 前约 脑 宜文